多宝鱼不要总是清蒸的 我来教你一个简单美味的新吃法 多宝鱼虽然没有鱼鳞 但是要把表面的链叶及一些疙瘩刮掉 让你看看有多脏 清洗干净之后给它改紧直刀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菜 记得点火头像旁边的家好收藏 毕竟更新了700多道菜 学到就是你赚到 方便你以后查找 腌制东西其实很讲究 姜和葱必须用拍的 再搭配柠檬、料酒、盐 加半碗清水抓一抓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葱姜汁 鱼下去腌制15分钟 一定要把水沥干煎的时候才不会崩油 想做到煎鱼不粘锅 首先你得保证锅里面是干净的 没有任何杂质 再把锅烧烫一点 让油滋润整个锅的内侧 鱼要从侧边滑下去 开中小火先慢慢煎 大概煎5分钟 有很多人担心会糊掉 所以会急着拿锅铲去铲 这样子的话会被你铲烂掉的 小火半煎才能煎熟煎透 再来个大翻锅 翻锅有风险 不要甩到脸 也不要甩到地板上去的 一定要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这不就好了吗 来点薄荷叶 洗点柠檬汁 这样更好吃 表皮酥脆 肉质鲜美 你要是学会的 你的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做的不好 请供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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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